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渣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啊 异常处理 太重要了 因为咱们在编码过程中 就算咱们考虑的非常的周全 那么在咱们实际运行的过程中 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 那么咱们该怎么处理这些错误呢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啊 咱们先看一下定义啊 这是我写的 我写的 咱们看一下啊 在渣化程序执行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注意看运行时错误 不是编译时 是运行时 运行时错误 那么我们应该在编码过程中 怎样去预见到这些错误呢 同时要进行如何的捕捉这些错误 同时还要进行各种各样的 适当的错误处理 这就是异常处理的意义啊 好 咱们看一下知识点啊 现在知识点就是说 在渣化的过程中 编码过程中 咱们该如何去捕捉 以及如何去处理错误的写法 通常就是try cache 不过是渣瓦 渣瓦脚本里面也是这么写啊 今天有两个数据结构 有两个这个语法结构 一个是try cache 一个是try cache finally finally什么意思 finally就是说 不管这段代码 这段逻辑出没出错 最后都要走的逻辑 叫做finally 一会咱们代码中会看到啊 好 咱们讲解完了语法结构 咱们马上看一下实战演习啊 现在实战演习非常简单 大家请看 就是这么一个try cache finally的结构 在try里面 try怎么理解 尝试试着 对吧 所以说呢 在try的代码块里面 咱们是正常的业务处理逻辑 没有问题 在cache里面 干什么 一旦程序出错 咱们会走cache逻辑 在cache逻辑里面 咱们应该说 是做这个错误逻辑的 真错 判断 以及呢 写log 通知用户 要在这个地方做啊 然后在最后的final里面 咱们做什么 通常说 要释放资源 关闭文件 关闭网络连接 关闭数据库 这种处理呢 在final里面要做 今天咱们的处理 大家注意看啊 我一行给你说啊 一上来 咱们出一个log 然后呢 我生不两个变量 AB 40 10 然后呢 我做一什么 A除B A除B得多少 40除10 4嘛 对吧 所以说今天咱们的程序 如果是正常处理的话 会在屏幕上打印一个4 或者说控制台上打印一个4 同时呢 走finally 结束 收尾处理 好 咱们运行一下 一会儿咱们再再线一下 如何出错 好 咱们现在运行这个代码啊 我现在把它拷贝过来 今天代码比较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函数 man go 好 咱们试试啊 拷贝过来 存盘运行 运行有快捷键啊 是shave.f10 但是我就为了 因为做视频嘛 你不可能说用快捷键用特别多 你感觉这么 收看朋友感觉很乱啊 你怎么着 怎么着就突然间出来了 所以我尽量还是靠鼠标点啊 咱们看啊 这程序已经运行完 很快吧 输出了三行log 第一行处理开始 就这个逻辑 没问题吧 第二个 4 4就是这个 A除B了嘛 对不对 最后一个收尾处理 就是咱们走final里面 正常程序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走收尾处理 没问题 好 接下来咱们走错误处理啊 怎么走错误处理 我把这个10变成0 那换句话说 咱们在这个 输出结果的时候 是40出零嘛 对不对 那当然要报错 报什么错 报除零错误 好 咱们再运行一下 这个错误处理的机制啊 Go 大家请看啊 这个咱们要看的 要详细一些了 首先说 处理开始 跟刚才一样 这个地方 输出 然后呢 注意看 当我出零的时候 这行log本身就不打了 为什么 没法打了 出错了 对不对 所以要抛出 抛出例外 由开始接住 那么开始里面干什么 首先说输出一个 叉叉叉 错误处理 就是这个 第二行看到的叉叉 错误处理 然后这出零处理干什么 我呢 现在仅仅是输出了一个 错误的明细 这个E变量啊 里面 它是个例外对象嘛 它里面就存着 咱们这次出错的 所有的 出错的详细的内容 所以说呢 我用这个E变量 拖一个四寸 在这地方输出嘛 看它输出什么 除零 除零肯定出错了 对不对 这便于咱们做这个乘计调试嘛 好 除零出错 咱们处理完这个错误之后 干什么 走收尾嘛 这段收尾处理 不管咱们出没出错 都要走嘛 对不对 所以说最后呢 写上一个收尾处理 关闭数据库 关闭网络连接等等的 这个释放资源的处理 都在这个地方做 这个呢 就是非常简单的 Java错处理的方式 这个虽然简单 但是在咱们变量过程中 是非常的常用啊 尤其是 咱们要在这个地方 捕捉不同的例外 然后呢 做不同的处理 而且呢 如何告知用户系统出错 你不能说告知特别明白 比如说这个数据库连接失败 请您再连接 不能可能 不应该给用户报这种 这种非常底级的错 应该报什么 应该报 比如说这个 服务 服务暂停 然后这个网页维护中 可能要报这种 稍微高级一些 业务级的失败 这个呢 当然就是咱们 这个系统设计中的工作了 好吧 今天呢 给您讲解了一下 Java异常处理的过程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其实非常的简单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把这代码打印 去施一下 应该不是很难 好 那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用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优优的 给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高级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